Hello everybody, this is Kung Fu Banji 今天我要教大家南模化妝的基本功 曾經我是南模啊 而且聽說我是名模 上了很多的報紙、時尚雜誌 一般人不知道南模是自己化妝的 化妝呢是靠經驗 先用這個來弄那個 訊息不對就長痘痘 買的產品太差也長痘痘 所以怎麼樣化妝是最保護皮膚的呢? 首先我們要有一個primer 像一個保護膜在你的皮膚跟粉底之間 不要讓粉底去塞住你的毛孔 塞住的話就長痘痘 我用的是這個Laura Masir Laura Masir 這些人都沒有贊助我 你們趕快贊助我好不好 我買你的東西很貴 50ml 1500塊 蠻貴的 可以買便宜的但是也是一種冒險 皮膚有過敏反應 你就完蛋了 如果你發覺更厲害更便宜的產品的話 請留言給我讓我知道 也許我可以試試看 我調的這一款呢是沒有SPF 然後很保濕 那用這個的時候我通常是擠在這個虎口上 再用三隻手指頭去點 然後到處都點 再用小圈圈去磨到 你所有臉部皮膚的表面 Alright 第二就是粉底 很多的粉底會讓我的皮膚極端的乾燥 後來是用Giorgio Armani 這個30ml 2600 很貴 對我知道 但是用起來比較舒服 帶久了也不會皮膚癢 這個有分兩種呢 Matte 霧面 還有亮 亮面 那我已經夠亮了 所以我就用Matte 霧面 那顏色的話 你去買的時候 看它的底部 這裡會有一個號碼 我是用5.5 雖然是皮膚比較白 但是最好你放一些手背的皮膚比較 通常手背比較黑 因為很多人是比脖子 一樣啊 你就是先放在脖子上 然後推開 你再比較一下 找一個跟自己的皮膚的顏色比較接近 那這個粉底要先shake shake shake完之後 第一在這個虎口 那一樣 用三個手指頭 去用臉的 然後就是用手指推 粉底的最好作用 是處理臉部的色差 看起來比較平均 可能這邊跟那邊 顏色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之前有一個睜眼 還有色差 這樣摸過去 就比較沒有色差了 黑眼圈的部分 怎麼辦 痘痘也一樣啊 多上一兩層就可以了 如果嚴重要賣遮瑕 高難度比較高 再用點的 男生化妝都比較基本 上了粉底之後 基本上就OK了 這樣蹦蹦 拍一拍 好了 粉底的部分 定型粉 定粉 定妝用 如果你希望你這個妝 不要融化的太快 我用的牌子也是留在買share 這個粉要一千六百塊 絕對會破壞 喔 我沒有粉撲 粉撲也要另外買 為什麼 因為它沒有附 不一定要用它的牌子 外面粉撲可能五十塊都沒有 等一下 所以 打一下 不要用太多 用太多 皮膚會乾 OK 這樣化妝就完成了 那化妝幹什麼呢 當然是 我的朋友要吃入來的東西 是什麼東西啊 這就是我美國華人的朋友寄給我 他自己現在還在做自己的一個什麼品牌 叫我試試看 他的包裝不錯 橘色 我最喜歡 顧皮膚的營養品啊 唉唷 喝起來有點蘋果的味道 帶一點藍莓跟蠻圓莓 那裡面 應該有很多各種 對皮膚好的元素吧 然後 一些酵素 還有一些酵素 酵素 醋 還有維生素C 蘋果酸 還有一些看不懂的 皮膚的營養品 酵素營養品 那我們繼續去講化妝的 接下來就是 要卸掉 卸妝很重要 有化妝就要卸妝 否則的話 你的皮膚也會長痘痘 因為你沒有清乾淨 那我用這個品牌 我覺得卸得比較乾淨 日本的 Shiwurma Shiwurmu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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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唸欸 這一瓶很貴耶 這一瓶是 450ml 3650塊 但是可以用很久 然後我用的是橘色這一瓶 它是全能的 它含有什麼 美白 滋潤 什麼黑斑 清爽什麼 很多 卸妝是這樣 洗出來一點 我用點的 跟之前一樣 然後再小圈圈 然後它臉就是油油的 再來用水 然後再推 然後它就會乳化 當然你這個平常卸妝是在特首卸 所以用水 你可以用稍微多一點 你看 乳化了對不對 欸 Baby 這個不會有衛生紙 我們用衛生紙 現在擦 你看 這樣就寫了 通常我會做兩次 通常我會做兩次 最後就是正常洗臉 這樣買的話 應該可以使用三個月 對 一 停住 穩住 穩住 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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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